中華職棒爆出了醜聞 昨天9月30號晚間的巷師之戰上 雙方為了球員的個人獎項爭奪 使得比賽失去公平性 針對這個事件 中華職棒聯盟在今天傍晚 對相關人員做出了懲處 並且宣布今年的年度救援王獎項從缺 由我代表向各位球迷 還有所有關心職棒的人 表達最大的歉意 中華職棒聯盟 針對9月30號晚間巷師戰 兩隊為自家終結者 爭奪年度救援王獎項 而在場上違反運動道德的事件 聯盟和兩隊球團在傍晚 出面向球迷道歉 並對相關人員做出了懲處 其中相對總教練陳瑞正 和師隊總教練中導會是 兩人都未制止事件的發生 各處罰金5萬元 競賽三場 相對投手葉永傑 故意投保送 也被競賽三場 師隊打者李玉如 三壞球之後追打壞球 也遭到競賽三場的處分 主審蘇建文雖然曾口頭警告 但被認定應該有更積極的作為 所以競賽三場 像是兩隊為了救援王獎項 打出不光彩的意義 結果到頭來相對守護神湯瑪士 和師隊終結者林月平 都沒有能獲獎 所以我在這裡宣布呢 今年救援王這個獎項 我能重圈 這是中華職棒打了23年來 年度救援王首度重圈 兩隊球團對這樣的表現 也深感抱歉 有媒體還有球迷 這邊是正式的一個道歉 我最喜歡道歉 教練團的隊員 絕對不會有 或不會有在類似性的道歉 但兩支球團在道歉後 馬上快閃 並未對事件發生的始末 對球迷做清楚的交代 在中址票房低迷的時刻 又出現這樣的醜聞 如何讓球迷 重拾信心和拘捷的熱情 球團和球員得好好的反省檢討 UDN TV 鄭維仁 簡榮光 台北報導 中間